终于明白为什么广东南篮险遭吉林南篮逆转 看完分析 豁然开朗 网友热议一针剑写的指出 在第四节 广东南篮没后卫运球组织 球都进不去内线手里 失误频频 那段时间真是灾难表现 一剑连一下场就被追分 这还是吉林的这种内线 今年的广东可能还能一直赢球 但过程打低越来越丑陋 还要阿联每一场当大腿 这样练兵练一辈子没用 你起码放一个控场的让他们打战术 五哥这样一点东西都吸收不到 我个人认为 杜丰就是让他们上去丢人的 这是最好的鞭策 还有就是 实在是没人 徐杰胡明轩那两人总不能打全场吧 篮球比赛是五个人的 你乱搭阵容上去打也练不出什么呀 唯一可能就是让他们明白 没有对那老大哥他们啥也不是 泼一泼冷水 不然老是活在温室里 像王兴凯真的泰水了 球霸出球随意 赵锦阳运球重新高 王兴凯一言难尽 就一场而论 广东队第三梯队 在整个CBA里算后竞生 这场渡风玩大了 就是犯傻 第四节摆出三个中锋在场 加两个控球不稳的后卫 这阵容不输才怪 不要骂球员怎么样怎么样了 这阵容也太难为在场的球员了 锻炼也不是这样子的阵容 去打比赛锻炼 吸取这教训吧 虽然赢了比赛 但过程太丢人了 杜丰用行动告诉这帮年轻人 没有老队员 你们什么都不是 连得分都不可能 现在替补阵容 主要是没人拿得住球 一堆大哥也是为难人家 虽然也是菜 但主教练也确实差点玩脱了 宏远还是缺后卫 我说杜指导也别骂后面的几个年轻球员 这个三高阵容也没什么锻炼价值 根本就在乱打 你说王兴凯 别说组织进攻了 能好好控球就谢天谢地了 有意思 其实杜丰指导还是不想输 广东队的年轻球员还得从思想上多想想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失误 如何去避免非受迫性失误 杜丰曾经说过 二十分算个屁啊 看到没 只需要五分多钟就等追回来 你们年轻人落后不要紧张 这是我特意给你们安排的 锻炼年轻球员没问题 你不能乱排阵容 不布置战术 不管不骂 三中锋 连个空位都没不派上场 最近几场确实是这样 以前不是的 很奇怪 他是想给年轻球员呈现什么东西吗 胡明轩23岁 徐杰21岁 当时出场时间都是二十多分钟 你跟我说累 这个年龄都是需要大量比赛经验 锻炼的时候 另外威姆斯当时也是22分钟 这点时间根本不算长 笔者也不反对锻炼新人 只是反对乱排阵容 其实让徐杰胡明轩分别再带个三 四分钟也完全没问题 其实真不能这样玩 你上三中锋有什么用 至少要有一个后卫控球 分球才有锻炼价值的 王兴凯废了 虎头标的并球有待提高啊 本场比赛杜润旺打低不错 杜指导答应我别玩了 不过该说不说 杜指导的鞭策有用呀 杜润旺和阿日这场打低真不错 真刺激这比赛 最后一截就算是练兵上的那阵容合理吗 等被追上了才换主力上来 主力手都冷了 太轻敌了 老将太多 替补没人而已 能打空位的只有两个 能组织的只有三个 第三阵容只能排这几个了 话说回来 广东应该千汤节就火了 等赵瑞回来其实也够了 最后追到十来分的时候 第三阵容可以让徐杰或者胡明轩带着打低 其实两个人全场也就上了30分钟 再坚持一下应该没问题 第四节三中锋真的是提前放弃的阵容 我觉得刘全彪可以控球 多给点机会 没什么问题 广东第四节打低乱七八糟 特别那个王兴凯 失误了几次 其实 王兴凯可以放弃了 接下来练兵时间 可以让球霸及绵羊仔锻炼持球能力 吉林6分钟从落后26分到指数4分 怎么体现的吉林没有丝毫的反击机会 胡明轩徐杰两个国家队 主力控卫和坎 4分7篮板7助攻 他俩起到什么组织串联作用了 要不是最后两分半渡风换上全主力阵容 替补的吉林已经反杀了 最后笔者建议吉林换掉琼斯 用这个钱整个内线来 就可以了 其他都用国内的队员打 保证能打进季后赛 写完这篇文章的时候 外面刚好下起了小雨 你在的城市下雨了吗 评论让我看到哦 有点自负 这个外面 你怎么办 我可以跟她说 你这么說 我们也不会 你自己给我